爸爸一年前出轨女下属,对方老公骂过狠话,你睡我老婆,我就睡你女儿,我要把你两个女儿都睡一遍。 半个月前,姐姐的尸体在烂尾楼被发现,死于奸杀。 今晚,我在深夜回家的路上,被人尾随,夜色渐浓,街道上行人稀少,昏黄的路灯头下斑驳的光影,我感觉到身后有个影子。 不远不近地跟着我,我有些慌乱,心跳加速,急忙拦下一辆出租车,回头一看,那个影子是一个穿着宽松灰色卫衣的人,头戴帽衫,脸部被深深地隐藏在阴影之下,他并没有看我,只是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,原来是我的错觉啊。 这段时间因为姐姐的事情,我每晚都辗转反侧,心神不宁,时常自己吓自己,去哪儿啊? 出租车司机问道,其实,我就住在这附近,刚才拦车只是出于本能的自救反应,不用了,谢谢,我松开车门,有些尴尬地说道,司机不满地嘟囔了几句,然后开车走了,我松了一口气,但是没过多久,那个黑色的影子再次出现在我身后,我想回头看,时,突然感觉它的速度加快,几乎朝我冲过来,我吓得拔腿就跑,但身体却僵硬地像是灌了签, 我拐进一个巷子,躲到垃圾桶后面,心脏狂跳,吓得一动不敢动,巷子里昏暗的灯光下,一个庞大黑影在巷子口站定了,被灯光拉得很长,恐怖异常,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得更紧,止不住颤抖起来,突然,黑暗中,一只冰凉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,啊,我惊恐的尖叫声还没来得及发出, 就被那只大手硬生生地摁断,我的心脏砰砰狂跳,渐渐地,黑暗中显现出一张惨白的脸,脸颊深陷,眼睛里布满了血丝,呈现出一种骇人的红色,嘘,别出声,它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,虽然低沉,却很熟悉,我愣住了,那声音,那张脸是佟宁哥,佟宁哥是我姐姐的男朋友, 她毕业于重点大学,现在是一名程序员,她是姐姐的高中同学,两人高中时就相恋,经历了大学四年,硕士三年的异地恋考验,她毕业后放弃了一线城市更好的机会,回到我们这三线城市找工作,就是为了和姐姐在一起,两人克服了重重困难,始终如一,见过双方父母,到谈婚论嫁时,姐姐却在一个雨夜失踪,第二天变成了一具伤痕累累的冰冷尸体, 这对佟宁哥的打击,可能不亚于我的家人,佟宁哥示意我别出声,他和我一起蜷缩着,眼神像猎豹一样紧盯着巷子口,巷子口的庞大黑影以怪异的姿势朝我们的方向移动过来,我的心情如弦上之鉴,紧绷而不安,然而,有佟宁哥的陪伴,仿佛是一股暖流,让我感到了一丝心安,那道阴影悄无声息地接近,在垃圾箱旁站定,我瑟瑟地抬头望去, 竟是一个年迈的老人,他怀抱着一堆肺止咳,在垃圾箱旁细心翻找,然后又缓缓离开,吓死我了,我感叹道,佟宁哥也似乎松了一口气,没事就好,佟宁哥,你怎么在这里啊? 我怕,怕有人伤害你,仅仅几日未见,佟宁哥的变化令我惊讶,他的身形明显瘦削,英俊的面容已经憔悴不堪,脸上的肌肤仿佛被一层薄薄的皮肤盖,我们都短暂沉默了, 我知道是因为爸爸在警察面前交代的那件事让他担心,警察排查了我们家的社会关系,唯一可能有仇的就是那个叫冯亮的人,他曾对我爸扬言要睡他两个女儿,姐姐被奸杀,警察正全力搜捕冯亮,父母完全因为姐姐这件事被击垮了精神,一个失魂落魄,一个寻死密活,没有人会在此时关注我, 我只是个让他们失望的女儿,如果可以选择,他们一定希望,死的是我,佟宁哥的突然出现让我很意外,也很感动,这世上还有人关心我啊,和佟宁哥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,都是因为姐姐,我从小不爱学习,在家属于让父母头疼的叛逆孩子,姐姐是乖乖女,学习成绩不错,爸爸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他身上,慢慢也就不太管我, 我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酒吧,作息比较稳乱,常常半夜回家,睡到中午,渐渐惹得父母烦,我就自己出来租房住,姐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培训机构当美术老师,她说我的工作不是长久之计,劝我去他们培训机构应聘课程顾问,她有好朋友在做招聘工作,可以帮我培训后拿下这个职位,可是,我完全不想做那样的事,腰间满是纹身的我去和小孩子家长 打交道,不是很奇怪吗?姐姐有时候会来我的出租屋帮我收拾,她自作主张地给我换冰箱里的食物,换床单被罩,锅里熬汤,给窗台边捏了的绿螺胶水,她有时候是和佟宁哥一起来,她说我下班晚,她不放心,又提起让我换工作的事,每次谈到这件事,我们都会吵架,佟宁哥总是很安静地在旁边听着, 偶尔劝说一下姐姐,七月,何宁是大人了,她的事让她自己决定吧,我很感激佟宁哥,觉得她能理解我,也并不觉得我不务正业,她和这座小城里的所有人都不一样,我好像从未体会过这种感动,心里暖暖的,我送你回家吧,巷子里,佟宁哥在我身旁轻声说道,我点点头,和她一起走出巷子,街灯光线明亮起来,可就在那一刻, 我发现她穿着宽松灰色连帽衫,跟之前跟踪我那个影子穿得一模一样,我的心漏跳了一拍,佟宁哥,不麻烦你了,我男朋友马上来了,我尽力表现得镇定,男朋友,她的眼睛眯起来,变得狭长,嗯,我们刚住一起,她说她来接我,马上道,我假装做出为难的样子,男朋友的事,是我随口编造的,她犹豫了一下,声音干涩,哦,那样的话,我先走了,你注意安全, 安全,我看见她的身影消失于街对面,我才转身往回走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,我拖着疲惫的身体,独自回到出租屋,这里再也没有姐姐来了,家里乱糟糟一团,心里也是乱糟糟的一团,我一边脱衣服,一边走向浴室准备洗澡,突然听见门口传来一响,好像家中还有人,我紧张地四处查看,还没看清,突然听见啪的一声,有人暗灭了灯的开关,屋子里顿时陷入一片黑暗, 谁,我几乎惊叫起来,突然,我感觉一双冰冷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,用力之猛让我几乎无法呼吸,借着微弱的窗帘光线,我隐约看到面前是个穿着灰色帽衫的身影,童宁哥,可是,我的喉咙发不出任何声音,渐渐地,我感觉自己被这无尽的黑暗所吞噬,一时开始模糊,直至完全失去知觉,我叫周南,是一名刑警,半个月前的暴雨夜之后,有人报警, 在烂尾楼的天台,发现一具裸露的女尸,经确认,是陈家和的大女儿陈七月,年仅25岁,是一名少儿培训班的美术老师,尸检结果显示,陈七月死于窒息,脖子上有掐痕,手腕有捆绑痕迹,全身多处瘀伤,生前遭受过残暴的性侵害,可惜,现场经过嫌疑人的清扫, 再加上一夜大雨的冲刷,法医没有提取到嫌疑人DNA,这个案子影响恶劣,我们刑警队的压力很大,烂尾楼周围没有监控,我们查到受害人最后的身影,是晚上六点十分下班后,从公司出来的十字路口,没有直接回家, 而是朝着烂尾楼的方向走去,陈七月当天手机上的通话记录,只有和妈妈,妹妹,男友和一个女同事,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下班后要去向烂尾楼的方向,我们怀疑凶手是有预谋的作案,因为那地方人际罕至不可能会有人在那里守株待兔,我们调查陈七月的社会关系,她从小就是乖乖女,人际关系非常简单,每天和小朋友们打交道,随后,我们又对她的家人,男友, 都进行了问话,怀疑是因为家人的社会关系遭到报复,她父亲陈家和,是某建筑公司的中层领导,经济收入很不错,母亲刘玉莲是很传统的家庭妇女,人际关系很简单,妹妹陈和宇从小学习不太好,和姐姐相反,她比较叛逆,早早离家独立,姐妹俩关系不错,经常联系,男友佟宁是一名程序员,她是陈七月的高中同学,两人感情很好,陈七月的死, 几乎击垮了这一家人,悲痛场面,我们尽管见怪不怪,但还是让人忍不住心酸,我们持续了好几次的调查问话之后,意外有了收获,陈家和把我拉到一旁,艰难地回忆起了一件事,她说这件事可能和她女儿的死有关,一年前,她出轨过女下属,对方老公来公司闹过, 那家伙当时嘴里骂骂咧咧地说过,你动我老婆,我就动你女儿,两个女儿都不会放过,陈家和当时只当是他骂的脏话,压根没放在心上,陈家和哀求我说,周警官,这件事我老婆不知道,拜托你不要告诉她,这几天我一秒钟都睡不着, 我翻来覆去想,肯定就是这家伙,除了她,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了,没想到她这句话没被走进来的佟宁听见了,她一把拽紧陈家和的衣领,怒吼道,她是谁,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,陈七月出事后,佟宁一直比较沉默,眼眶深陷,总是低着头,她的突然爆发把我吓了一跳,陈家和也没想到会被一向很尊敬自己的准女婿这样对待,明显吓傻了, 我连忙劝阻佟宁,现在只是提供线索阶段,并没有确定谁是凶手,陈家和开始瘫坐在地上哀嚎般地哭起来,我的七月啊,让爸爸替你去死啊,老天爷啊,怎么死的人不是我啊,佟宁依然执着地对陈家和咆哮,那家伙是谁,他是谁,陈家和说的那个人我们立即就去调查了,名叫冯亮,公司有很多人都记得一年前的那件事,冯亮大闹公司,嘴里骂着脏话, 说是要睡陈家和的两个女儿,被陈家和扇了两剂耳光,叫保安,把他赶了出去,那个女同事第二天就辞职了,夫妻俩如今不知道怎么样,应该好不了,陈家和倒是没有受任何影响,他一口咬定使对方污蔑,不过大家私下都不相信,觉得他人品不太行, 我联系上了那个和陈家和出轨的女同事,他没好气地说能不能别再来烦我了,他说之前有个瘦高小伙已经缠着他打听过冯亮了,让他很烦,他现在和冯亮一点关系都没有,一年前那件事之后,他们就离婚了,从此再无联系,老死也不会往来了,我跟他提起陈家和的大女儿遇害一事,他冷漠地说,可能是报应吧,反正和我无关, 就挂掉了电话,根据他的描述,我推测之前去找过他的人,是佟宁,虽然这个小伙子不善言谈,但从对他问话得到的直言片语中,我知道他和陈七月感情很深的,我找到佟宁,告诉他我很理解他的感受,知道他也在奋力寻找杀害女友的凶手,可这些事要信任警察,希望他不要盲目参与,打乱我们的节奏,佟宁并没有听进去我在说什么,而是一个劲地问我,警方那边, 有没有冯亮的线索,冯亮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嫌疑人,我们全力去搜查他的行踪,通过各种调查得知,他离婚后,就从公司辞职,也搬了家,邻居们都说,不知去向,再也没见过,同时,我意识到,如果凶手真是冯亮的话,说明这是个性格极端的狠人,两个女儿都不放过这句话,也可能不是说说而已,在案情分析会上,我让小侯安排人,暗暗把陈和宇保护起来,特别 要注意他身边出现的人,有没有冯亮的身影,在我们集中警力全力搜查的情况下,在离冯亮老家不远的一个菜市场,找到了冯亮,当时他正在卖西瓜,他对于我们的到来一脸茫然,得知我们找他的原因,他直呼冤枉,哎呦喂,警察同志,我怎么会为那个贱货去杀人,为他杀之机都不值,呸,我和他当时就离婚了,我现在二婚老婆都怀孕了,我还要挣奶粉钱呢,还杀什么人啊, 你问问大伙,我天天都在这里卖西瓜的吗?正好这时,法医那边传来了好消息,他在陈七月的牙齿上的血字中,发现了两种不同的DNA,一种是属于死者本人,另一种则属于一名陌生男性,因为陈七月在窒息时咽喉出血,所以一开始法医对他口中的血没有在意,但仔细观察后,发现咽喉处的血迹口腔中部并没有,牙齿上的血字就有些突兀,处于谨慎, 法医又提取了陈七月口腔中不同位置的七处血迹进行检验,其中有两处血迹都是掺和了陌生男生的DNA,这就是说,在陈七月遭受侵害时,他咬了凶手,我们立即把冯亮的DNA与该DNA对比,并没有比中,冯亮算是完全排除了嫌疑,既然冯亮不是凶手,那么那句两个女儿都不放过的逻辑也不成立, 我调回了暗中保护陈雨和的警力,我们立即采集了陈七月身边几乎所有男性的DNA进行比对,包括她的男友童宁,全都没有比中,一时间,案情又陷入僵局,这个案子着实让人犯愁, 我深夜看卷宗,在资料中发现,陈七月遇害当天下午,和妹妹陈和雨有过两个通话,陈和雨讲述过,姐姐打电话来,又说起让她辞职,想让她换工作,可是口供上没有细节记录,这样的内容,为什么会是两次通话,难道是第一次没说完,又继续拨打,我现在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,打算再找陈雨和谈谈,然而,我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,陈雨和在出座, 她和她姐姐的惨状一样,全身多处淤青,脖子上有掐痕,而且也遭受了性侵,不过她算命大,处于昏迷状态,被送往医院急救,我们从她身上提取到了男性DNA,经检验,和在陈七月身上发现的是同一人,我调查陈雨和当晚的监控,发现了一个神秘身影,是童宁,我问童宁是怎么回事,她回答,我担心雨和,想保护她,七月生前就很担心她, 总觉得她下班太晚不安全,我想起七月说过的那些话,心里就很难过,我能为七月做的不多,只能做这些,如果能亲手抓到那家伙,我一定亲手,杀了她,你不要冲动,我们会抓住凶手,不需要你杀人,她似乎平息了怒气,那晚,既然保护她,你为什么又提前离开了? 我问,她提到她有个男朋友,在同居,我就离开了,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做的这些有些突兀,她一定觉得很奇怪吧,你没有见过她男朋友,不知道,她说是新交的男朋友,我本来是想送她回家的,但是她说她男朋友来接,我怕引起误会不太好,就先走了,你们应该去查她这个男朋友,她没有男朋友。 我和同事,早已调查过陈宇和的同事和朋友,没有,那她为什么要跟我说有男朋友了,一定是有的,你们没有查清楚,不要只查个表面,就下结论,如果你们抓不到那家伙,我就自己抓,她咬着牙,她的表情让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,童宁,你要信任我们,她没有作答,便离开了,我心里不是滋味,感觉被她责怪的意思,什么叫不要只查个表面, 我竟然被年纪轻轻的外行小伙指导工作,你自己抓,你自己怎么抓,我心里有点憋屈,可是案子不破,我也无力争辩,这个犯罪嫌疑人,针对性的伤害两姐妹,感觉像是报复发泄,可是唯一有仇的人,冯亮又被排除,医生那边传来的消息不乐观,陈宇和因为窒息时间过长,出现脑损伤和部分器官衰竭,随时都有生命危险,正在全力抢救,我心里很沉重, 指望陈宇和清醒过来,提供口供的可能性不大,陈家和更苍老了,二女儿出事,她瞒着妻子,说妻子身体垮了,不能再承受新的打击,她缠着我,咬牙切齿道,是冯亮,绝对是冯亮,你们快抓她呀,你们这帮废物还等什么,等我们一家人死绝吗? 我跟她解释地言你没有比对中,冯亮不是凶手,她并不相信,你们的比对结果有问题,你们多检测几次啊,换个单位查一下啊,我应付她说已经送到更上一级的机构去检查了,想起半个月前她来这里,身边还有老婆,二女儿,准女婿陪着,整个大厅都是她们的哭声吵闹声, 如今,只剩她行单影之,更觉凄凉,纵使她无理取闹,我也默默忍受下来,我挖工心思想安慰她两句,听大夫说,与何情况有好转,她默然地握了一声,嘴里喃喃有词,还是那句,比对结果有问题,有问题我也词穷了,只好沉默,上次来还感觉她是个中年男人,这次看她离开的背影完全成了个老头子,我心里很内疚,下定决心,一定要尽快抓住凶手, 我想起童宁那句,不要只查个表面,就下结论,难道我真的只查了个表面,一定还有一个人,一个被我忽略的人,和两姐妹存在某种联系,却被我忽略了,嫌疑人对姐妹俩的两次作案,手段很相似,却也有不同之处,陈七月是主动走到被害地点,这个地点是隐蔽的户外,陈宇和则是在自己出租屋,遭遇侵害,陈七月没有任何财物丢失,而陈宇和的笔记本电脑却不见了, 这也很奇怪,我们检查了陈宇和的出租屋,门窗没有任何被破坏的痕迹,嫌疑人是用钥匙开门进入,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,也是有备而来,凌乱的桌子上有一小块空地,根据桌布压痕,我断定这里之前放着一个笔记本电脑,找遍了陈宇和所有物品,却找不见这个电脑, 一范为什么要拿走陈宇和的电脑,什么样的人,可能会有陈宇和的钥匙,朋友,家人,房东,甚至,上一任租户,侦查组展开大量的走访工作,我也带着小猴再次去了陈宇和工作的酒吧,进行调查,酒吧一共有四个老板,陈宇和是被大家称为花姐的人,介绍进来,花姐名叫安花,她告诉我,陈宇和没有男朋友的, 她朋友不多,人也不坏,就是有点小脾气,可是另外一个合伙人,却和花姐说的不一样,她说,也约听花姐说过,陈宇和是个小三,她的钱是从那男人手里拿的,我们再次问花姐,这次花姐有点吞吞吐吐,我看她好像有些顾虑,就鼓励她,你放心说,所有信息我们都只是用来调查案子,绝对不会向外透露,其实我不该说,宇和还没有松醒,我不想说她坏话, 一直说,也是帮助我们破案,我以前有个客人,马哥,叫马行远,她看上宇和,让我给他们牵线搭桥,那惠儿,宇和在我手底下工作,一开始她不愿意,但马哥猛烈追求,两人还是交往了,后来宇和跟我说她分手了,但她手里多了一笔钱,正好我的新酒吧也在拉投资嘛,我就介绍宇和参与进来,至于她和马行远现在还有没有来往,我不清楚,反正她说是分手了嘛, 我总觉得花姐在讲这些的时候眼神有些闪烁,好像在怕什么,这个马行远是什么人,我问,出手阔绰,但不太好惹吧,反正我们生意人是不愿意得罪她的,我立即调查,这个马行远,带着小猴等人就去她家,指她老婆在家,一个五官很漂亮的女人,画着夸张的红唇,只是皮肤粗糙,粉底下也约是各种斑点, 家中装修豪华,却感觉空荡荡,茶几上全是烟蒂,她看见我们毫不吃惊,把我们请进了门,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们丈夫不在家,她不常在家的,我不知道她在哪儿,她淡淡地说,坐下点了一根烟,她惹什么事了吗? 没有,我们只是做个走访调查,她肯定惹事了,要不,你们也不会总来呀,总来,之前来那个瘦高个儿,也是你们的人吧,瘦高个儿,我一下子反应过来,是童宁,他竟然比我们还要早地调查马行远,怪不得这小子,上次暗示我说陈宇和有男朋友,指责我只查表面,我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,他既然知道马行远和陈宇和的关系,却不告诉警察,而是私自来调查, 要是马行远真是凶手,岂不是早就被他惊动逃之夭夭了吗?之前看他算是受害者家属,我一直忍着,现在感觉快要被这小子气死了,不过,我很快调整了情绪,把精力投入到眼前的调查上来,大夏天,我注意到马行远的老婆,似乎特意套了一件长袖,把拉链拉到领口,可尽管如此,脖子处的淤青还是隐约可见,我问,能来跟烟吗? 他点点头,爽快地从烟盒里伸手抽了一根,递给我,我伸手去接,却故意向后撤了撤,他的手变向我的方向伸了伸,我看见他的袖口处,有瘀痕,您听丈夫提起过一个叫陈宇和的女孩子吗? 他摇摇头,满不在乎的样子,甚至还有点兴致勃勃,是不是哪个女人把他告了,什么意思,没什么,他在外面不老是吗? 我知道的,除了我,谁受得了他呀?他笑得有几分诡异,没聊几句,他就起身打算送客,我什么都不知道,你们好好调查他吧,把他抓了才好,起码以后我知道他在哪儿了,是吧? 哈哈,我问,可以用一下卫生间吗?他随手给我指了指方向,我眼神示意小猴和他聊天拖住他,小猴心领神会,我到卫生间,立即在牙刷,梳子,上搜集可能存在的男性DNA,小心翼翼装入塑料袋,我偷偷打开柜子,发现里面有一小圈奇怪的皮绳,我偷偷拍了照,然后按下马桶冲水键,出了门,回到刑警队,我立即把搜集的马行远的DNA送去检验中心, 同时,搜索照片上的皮绳,果然,在特殊爱好商品网站上找到了他,和我心中所想一样,这是SN道具中的一种,马行远老婆手腕上的瘀痕可能来自于他,马行远,有特殊癖好,我之前以为是带有报复和发泄性质的仇杀,如今看来,可能并非绝对,陈七月和陈宇和身上所遭受的伤痕,脖子处的掐痕,手腕捆绑的痕迹, 还有身体多条被抽打的痕迹,都符合马行远的特殊癖好,也许不是复仇,他只是在性侵犯的时候,出于个人爱好,虐待殴打受害者,直觉让我强烈地认定我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凶手, 我一边不停地催促检验科出结果,一边让情报组定位马行远的行踪,让侦察组到马行远家附近不空,很快,我得到了反馈,马行远的DNA比对上了嫌疑人的DNA,他就是两起案子的凶手, 与此同时,在东城市某商超出现了马行远的银行卡消费记录,我立即联系了东城市的刑警,配合抓捕,带着专案组的同事以最快的速度奔赴过去,我们对该商场视频监控调查,锁定了马行远,可是他却神秘地消失在监控之外,狡猾的他好像觉察到了什么, 悄无声息地消失,没有任何蛛丝马迹,我们的人抓捕,扑了个空,是不是我们打草惊蛇了,正在我陷入迷茫之际,我突然接到了佟宁的电话,周警官,马行远在东城园关路的紫藤宾馆里,你们快点过来吧,佟宁,你怎么知道,我看见他了,你,你盯着他,千万不要轻举妄动,我们马上过来,我带着同事火急火燎地赶到紫藤宾馆,远远就听到了女服务员的尖叫声, 我隐约感觉我们晚了一步,当我们赶到马行远藏身的房间时,眼前的景象让我终身难忘,现场非常凌乱,到处是血,显然这里经历过激烈的搏斗,门口立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,马行远躺在地上,半个脑袋都塌陷了,血肉模糊,手旁掉落一把带血的刀子,童宁满脸是血的坐在旁边,一只手扶着肚子,血正从指缝中鼓鼓外流,一个几乎变形的金属保温瓶, 从她手中滚落,童宁露出了一个惨白的笑容,对不起啊周警官,她想跑,我劝她自首,没想到她突然掏出刀,她看着我的笑容里,有一丝得意,我知道,童宁是故意的,她目的达到了,她确实比警察先找到马行远,确实亲手杀了她,她赢了,我们在马行远的行李里 搜出了陈宇和失踪的笔记本电脑,还有她准备跑路的假证件,她的肩膀上还残留了陈七月的咬痕,这些都证明,她确实是凶手,通过恢复的部分聊天记录,可以看出,陈七月知道妹妹第三者的身份,她试图阻止陈宇和和马行远来往, 甚至可能想帮助妹妹和马行远进行谈判,却惨遭马行远报复杀害,姐姐惨死,陈宇和大概猜到马行远是凶手,威胁要报警,马行远便又对陈宇和痛下杀手,马行远偷走陈宇和的笔记本电脑,删除了数据,也是怕其中有什么证据落入警方手里吧,对于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案件,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,已经撤销起诉了, 另外,陈七月和陈宇和的父亲,正在积极申请迷失赔偿,一个月后,佟宁康复出院,陈宇和却病危,医生说,熬不过今晚,我在医院碰见了佟宁,她也是来告别的,陈宇和面容脱向,受到已经认不出,她似乎也预感到了死亡的来临,眼角还挂着一颗仿佛静止的泪珠,一气发出刺耳的警报声,心率变为一条直线,大夫宣布陈宇和死亡,护士拔下电源, 给陈宇和盖上白布,我们都心情沉重,不过大家都沉默,包括陈宇和的父母,大概对这样的结果都有心理准备了,从医院出来,我叫住了佟宁,请她到旁边的小面馆吃午饭,周警官,该我请你,马行远的是,我欠你一个道歉,当时的情况是我没有经验,才造成了那样的局面,我迫不得已,我们应该给你颁个奖啊,勇敢市民,勇斗杀人犯,我话里带着讥讽,不敢不敢, 对不起,我知道这样的结果,给你们带来很大的麻烦,你不用说这种话了,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,亲手杀了马行远,本来就是你的计划,在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,你已经准备要动手了。 周警官,可不能这么说啊,你误会我了,马行远一死,他为什么侵害陈家两姐妹,就变成永远的谜团了? 佟宁似乎有些歉疚地低下了目光,发出一声微微的叹息,这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吧? 我问,听见我这么说,他猛地抬起头,周警官,您这么说,是什么意思?我突然转变了话题,你,你是重点大学毕业,计算机科学与技术,硕士,了不起啊。 佟宁眼神更加警惕,却变得一言不发,你比我们警察有更敏锐的直觉,你很早就注意到论坛上黑暗纯色这个账号了吧?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,他语气虽然平淡,我却注意到,他捏筷子的手紧了紧,你可以装作不知道,没关系,我来告诉你,你就当听故事吧。 陈七月遇害后,你很伤心,他这个案子,在当时引起轰动,网上也有不少人发表评论,大家都为这个年纪轻轻的漂亮女孩感到惋惜,对凶手的残忍感到愤怒,这些评论中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,他自找的。 活该,这个评论来自于一个叫黑暗纯色的账号,它淹没在各种各样的声音之中,没有人注意到,连警察都可能忽略,可你却注意到了,难以想象你有多愤怒, 你立即定位了这个账号,捕捉到对方IP查看对应物理位置,竟然是很熟悉的小区,是女友妹妹陈雨和租住的小区,然后你查到这个账号,注册邮箱是个QQ号,然后研究QQ号,发现不是购买的。 通过QQ服务中心的密码找回功能,找到QQ绑定的手机号,是个137开头的位置号码,各平台搜索这个号码,在支付宝找到这个账号,再次通过找回密码的方式, 获得手机号,用穷局法推算对方绑定的手机号,通过归属的API查询,把一万多个结果缩小到大约一千个,总之,你最后找出了这个小号关联的大号,又查到了大号关联的手机号, 这个手机号,一直就在你的通讯录中,是陈雨和,七月对妹妹很好,关心,照顾,操碎了心,姐姐遇害,妹妹也表现得很伤心,可她为什么会用小号在网上发表这种言论,你一定非常愤怒,也非常不解。 你追踪黑暗纯色在网络上的所有行径,意外发现她在某网站上写私密的辛勤日记,竟然多达五十多篇,只可惜,这些日记在姐姐遇害的当天晚上,就被她删除干净了。 不过,这难不到你,陈七月经常去妹妹家做家务,有妹妹出租屋的钥匙,现在这个钥匙到了你手里,你偷偷溜进陈雨和家,黑进她的笔记本电脑,恢复了那些删除的数据, 那五十多篇辛勤日记全都出现在你眼前,我能想象你当时会有多愤怒。 原来,这些日记中提到一个叫马行远的人,和陈雨和在情感关系上纠缠不清,这家伙因为偶然看见了姐姐,觊觎姐姐的美貌,提出让妹妹安排一下,如果可以睡一下姐姐,便给她六万元的好处费,而且从此也不再纠缠她。 那天下午,陈七月和陈雨和有过两个通话,第一个电话,是姐姐劝妹妹换工作,第二个电话,可能是陈雨和以谈判为由,帮马行远把陈七月约到了烂尾楼,后面就发生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,马行远的强奸遭到了陈七月的激烈反抗,刺激了她兴奋的神经,她失手杀死了陈七月,你本可以把这些立即交给警察, 但你没有这么做,因为有一个可怕的报复计划在你脑子里生成了,你要亲手杀了这对害死陈七月的狗男女,你是这么想的吧? 我一边讲,一边观察佟宁的反应,她一直埋头吃面,装作云淡风轻地说,周警官故事编得不错,只是杀死陈雨和的人,DNA不是验过了吗? 怎么成了我了?你去见过马行远的妻子,你也发现了马行远有特殊癖好吧?她和陈雨和发生关系必然伴随着暴力和伤痕,看起来很像是强奸,你正是抓住了这一点,在他们发生关系后,跟踪陈雨和回家,杀害陈雨和,你比我们更早地查到马行远的行踪,而且有把握在我们找到马行远之前杀了他,你还怕我跟不上你的节奏? 爱是我,陈雨和是有男朋友的,让我别只查表面,陈雨和的笔记本也是你拿的,你处理了里面信息,只给我们留下想让我们看到的内容,然后你把它塞进了马行远的行李,总之,你把杀害陈雨和的事完美嫁祸给了马行远,并且在我们赶到之前,杀了马行远,这就是你的全部计划,佟宁总算停止了吃饭,他缓缓道,您说这些,有证据吗? 佟宁,我可以确定是你干的,我狠狠地把筷子砸在桌子上,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录音笔,今天我把这个东西放在陈雨和的枕头下了,你凑到他耳旁,说了什么? 一清二楚,我播放录音笔,里面传来佟宁低沉又恶狠狠的声音,看吧,没有人在乎你,世界上唯一在乎你的人,已经被你害死了,七月我会记他一辈子,而你,你要死了,所有人都盼着你像垃圾一样被扫掉,因为你就是垃圾啊。 果然,听完这段录音,佟宁脸色瞬间就变了,脸色惨白,愤怒的目光从他眼中像火一样喷射出来,随即,他露出一个可怕的笑容,这算什么证据啊? 那句话证明是我杀的他,我顿时被他噎住了,是啊,这算什么证据啊?案子已经撤销了,嫌疑犯也已经死亡了,受害者家属领到了巨额赔偿,连嫌疑犯的家属都欢天喜地,刑警队的同事们又陷入新一轮的忙碌之中,这段录音,算什么证据呢? 实际上,技术部的同事在电脑数据恢复后,看到了陈宇和的心情日记,都觉得触目惊心,恨得牙痒痒,我最终没有将他上交,但我始终保留着这段录音,因为我心里始终认定,这才是事情的真相。